我们如果晚上吃吃晚餐 然后呢 这个是这边是中午 比如说我们早餐是几点吃 早餐早餐是假设是八点钟吃 午餐是十二点 这中间差了几个小时 四个小时 如果你晚餐呢 是晚上的七点吃 是不是中间呢 这个地方呢 差了七个小时 对不对 可是你的晚餐到第一天早餐 是中间几个小时 十三个小时 所以你等于饿了一个晚上 所以其实早餐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你的身体是在 饥饿了十三个小时之后 你等于好像一个干的海绵 如果你给它好的 它就是吸收好的 如果你给它不好的 它就吸收不好的 所以一般的人早餐都叫 随便吃一点叫做吃早点 那可是呢 早上的这一餐 其实才是最重要 因为你身体已经在什么 在半 在一种那种 半近时的状态 已经十三个小时了 所以早餐呢 非常的重要 但是早餐我们都没有很多的时间 可以吃得很丰盛 对不对 但是现在阿力公司呢 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带餐 因为呢 蛋白质是从头发到 我们的脚趾夹 任何一个地方 包括很多骨头 都有蛋白质 没有你的头发是说 要有蛋白质 才有弹性 才会亮丽 对不对 所以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般呢 我们蛋白质分 动物性跟植物性 但是植物性是最没有负担 因为动物性呢 会有脂肪 会有胆固醇 这些问题 可是植物性的呢 就比较没有这样的负担之外呢 很多人早上喝豆浆 对不对 可是阿力公司很棒 他除了用黄豆大豆之外 还加了什么 小麦跟碗豆 因为这三种加起来呢 14种氨基酸才是完整的 很多人只是豆腐跟黄豆 他只有一种的豆类 是不够的 那这14种氨基酸呢 我们的 叫做 就是必要的氨基酸 但是外面呢 体内没有办法自己合成 必须要靠补充的 那所以我们这三种呢 豆类呢 就放在一起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的早餐的口味 有三种 一个呢 就是我们